好 就像剛剛跟您報告的這個卡倫颱風的氣象局 將有可能會在稍後的五點半中要宣布陸上颱風警報 所以在接下來這幾個小時的時間 到底對臺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以及他的走向為何 我們請要稱氣象專家吳德榮先生 來到我們的新聞現場 德榮哥 好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個目前 在兩點半所發布的這一個海上颱風警報 可以看出來了 有警報當然看出來他這個颱風 未來的移動會越來越慢 會從11公里慢慢的減慢到時速15公里 不過以這樣的條件 他的颱風圈未來24小時 還是會影響到東北 北部海面跟東北部海面 所以目前是這兩個海域發布海上的颱風警報 其實臺灣各海面的風浪都會逐漸的增強 也同時要注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颱風 它的這一個從雲圖上面顯現出來的 就是颱風環流 目前就是剛通過的這一個 琉球附近的這個海面 逐漸的在靠近當中 那臺灣今天主要受到的影響 是它的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雨是一陣一陣的 今天的雨還不算大 但是隨著颱風的接近 這雨是會越來越增加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雷達回坡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結構 它已經呈現一個雙眼強的颱風 你可以看到內眼強跟外眼強非常的清楚 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就是說它這個強度大概已經達到巔峰了 那未來呢 在趨勢上雖然會慢慢的減弱 但是它的減弱的這個速度會很慢 所以預計它將來在接近臺灣附近的時候 雖然只是邊緣的影響 不過它那時候的強度應該還是蠻強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氣象局所做的這一個 定量降雨預報可以看出來 明天的雨就很明顯的比今天還多 那還是有一些地情的影響 可以看到在被封面的滑東一帶 雨相當的少 那這樣的形態 其實到週五還是類似的 就是主要的降雨會在這一個西半部地區 那在被封面 因為有中央山脈的屏障 反而天氣雨很少 甚至於還會有焚風的出現 就是另外在滑東地區的民眾 也要注意的另外一個現象 那我們來看一下風的情形 從這個電腦模擬可以看出來 這個颱風走到這個台灣 東北方海面的時候 速度非常的慢 台灣只受到它的邊緣的影響 那也可以看到一個特徵 就是受到台灣地形的影響 這風會分成兩股 也就是說在除了北海岸 就大台北地區會比較接近 這一個颱風的這個暴風圈 這裡的風當然就會比較大 另外就是在南端的部分 在恆春半島 台東的這一個 綠島南雨這一帶 風也會很強 這是因為地形所造成的這個現象 那在週五的話 可以看到颱風中心移動相當的慢 所以風的風場的廢製也是差不多 就是說在南北兩端的風特別的強 當然另外在沿海地區的風也會比較大 那以目前的資料來看的話 就是在這個南北兩端的風 有一些地區在某一段時間 它可能會碰觸到這個平均風七級 正風十級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以這個颱風來講 這個放假的抉擇是蠻困難的 對縣市首長的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之後的這個警報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現象就是 大潮 因為從二號到四號 就會在台灣剛好碰到這一個大潮的現象 那尤其在台灣的西南部這一帶 所以像昨天跟今天還沒有下雨之前 就已經有地方這個海水 這個有倒灌的現象 所以未來明天後天雨比較多的時候 這些地區還是要注意這種海水倒灌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颱風整個過程 大概就是在周四周五這個颱風 它強度應該在靠近台灣的時候 還是維持中度颱風的強度 所以它的降雨在周四周五是最大的 尤其是在北台灣離暴風圈比較近 另外中部南部雨也會越來越大 所以要注意除了花東這個地形屏障 比較小以外 那在之後這個颱風走了以後 要注意的就是會有西南季風的這個形態成建立 也就是說在台灣的這一個中部南部地區 每天都會不定時的會有一些比較強的對流 尤其在午後很容易有大雷雨帶來劇烈天氣的現象 而且持續的時間到下周二之前都是同樣的形態 所以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以上是最新的這個氣象